何比一間幽靈恒也為了享受聖誕節 今天來到何比林公司來報家音 今天高水活潑的佈德 讓公司裡面賣錢辦理 藝衛的民眾和公布人員都非常開心 幽靈恒表示報家音這個活動 不只是綜合活動 其中也包含了分享和秀後的意義 為了讓小孩丁秀自己辛苦兵的一切 好好都會運用影響這項來教音 就是很開心今天到我們正公所這邊來 進行報家音的活動 就是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然後來融合就是西方一些文化 也讓孩子們更有一些世界觀 然後也認識了不同的語言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 然後讓孩子們就是可以來傳達祝福 送給不同 送給所有的人這樣子 何比定公司有主領畢書葉秉摩標時 每一個文化都有它的優點 好好可以就這樣做 讓孩子學到東西是大家說的 在歲末寒冬聖誕節快到來的一個前夕 那我們很感謝聖保羅幼兒園 帶小朋友一起過來 我們和美中公所報家音 帶給我們歡樂 帶給我們未來幸福的一整年 那公所的部分也配合這個節慶 所以我們也佈置了應景的一個聖誕樹 以及那個聖誕紅 讓每一個來洽工的民眾 都可以感受到 即將來的一個過年的氣氛 讓大家呢 都可以歡樂的過一個聖誕節 以及未來的一整年 小孩跟他們報料料後 何比定中府林林小琪 雖然也帶風會三小禮物 希望每一個小孩要乖乖聽老師的話 當時出來也要優惠北部 先進化新聞 李炳宏 何必 彩虹 伯登